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有态度的模玩分享评头论足 朋友们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给咱们视频点赞 投币收藏分享支持 不得不说 现在模型产业里面 鸡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就算不怎么看 这几年说实话 我们也是看了一些了 不管大的 小的 装备多的 还是装备少的 漂亮的 还是不漂亮的 什么样的都有 可以看得出来 融入了机甲元素的少女模型 现在真的是很受关注 话说怎么都是鸡娘 怎么就没有鸡爹 男孩子不受欢迎吗 当然我也是喜欢女孩子的正常之男 所以鸡爹一边站 今天这款就是来自国内厂家 我只可发布的雪地花计划系列中的一款 狼娘 初期的时候是看过官方微博的 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个设定图 画的还是挺漂亮的 而同时 追加的兽画装备 也是有些看点的 所以针对造型设计 也就是美工这一块 我认为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我很喜欢 那么价格的话 官方给出的是260 我心想着这鸡娘 再怎么心心十足也不至于吧 因为一般的国产拼装 普遍也就是100多不到200 结果 原来是一款成品玩具 原来如此 不过也正是因为成品关系 导致了这款狼娘产能的表现欠佳 到现在才和玩家见面 而同时之前窝只可的官方店铺还被封了 给人的感觉就是命途多揣 不过还好 我们还有机会看到食物 所以今天就来看一看这款成品鸡娘 好不好玩 那么朋友们看到了盒子是已经打开了 包装和尺寸不大 内容物作为第一款来说也不算太多 包含了我们这款狼娘的素体部分 替换脸 造型手 替换手臂 武器 还有战术披风 开篇的时候 我想直接开门见山 说一下成品玩具 比较重要的做工方面 当素体刚拿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印象就是感觉皮肤的配色 有那么一点深 因为当时在外面开的箱 就感觉肤色的发色 像是捉伤了一样 但是拿到室内好好看了一下 貌似还可以 感觉属于那种以前提到过的 日烧风格的肤色 狼娘主题带点也是可以的 我认为这个肤色虽然说 照比之前的设定图是深了一点 但是看起来也是挺健康的 然后作为成品玩具 本身为了追求肌肤质感 采取了比较多的效光漆面 而对于成品玩具 我相信他们比较关心的 肯定还是水口 分模线 边缘飞边 或者漆面的质感 包括边缘涂装的控制这类东西 我个人感觉 这款狼娘算是一般水平吧 我上一次玩的成品机娘 还是前年的HPGIRL系列的S高达机娘 现在看这款狼娘 确实是没有感觉做工超神 仔细查看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做工方面的瑕疵 对我来说 还是在这个可以接受的单位之内 部分细节尺寸是比较小的 感觉也算是正常表现了 而这次作为第一弹的狼娘 基本上是可以理解为素体登场的 之前在设定图里 狼主题的武装 第一弹里并没有出现 日后应该就是扩展包形式出现了 而作为素体的话 因为肤色关系 给人的感觉就是经常在户外的小姑娘了 可以看到常规性的在腿部 或者是手臂 和部分的躯干是做了一些机械 或者是轻装的机甲细节 灰色料为主 看起来是比较素雅的 而在比较重要的身材方面 个人感觉制作的也是比较规矩 像一直以来 我个人比较排斥的罗里脸 再配合上超巨型的前头后脚的风格 并没有在这款人偶上出现 所以对于自己设定的风格的坚持 这一点我还是相对认同的 以后做这个淑女风格的新娘 再用也来得及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 是不是鸡娘就一定要配搭胸才可以 那么说完大体轮廓 我们来说说细节和可动吧 首先在头部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短发妹子 在头部非常常规性的给了一些 比如说天线或者是通讯耳机之类的 类似的机械饰品是没什么奇怪的 这个头发则是淡黄色的催发 可以看到有那么一点错落的不整齐感 多少还是带了一点点的野青味道 而面向的话默认是一个严肃脸 看不到太多的情感特征 不过表现我认为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带有一些个人特点 同时也不难看 没有崩是比较难得的 但是可以看到一印的眼睛的眼白体现是不怎么好的 这个底色基本上和这个小麦肤色是相同了 非常影响效果 同时作为这款狼娘也是给出了几个替换脸 比如说这个是怒吼脸 当替换完毕之后明显情绪就丰富了不少 看样子也挺不错的 接着还有一个戴有战术面罩的 替换完毕以后可以看到是带了一定的生化冰的味道 是吧 而同时在这个模型里面 还给出了一个完全空白的替换脸 这个主要就是配合玩具里面的水贴 给玩家自由选择的 叶本身是成型色质感 所以效果肯定还是预涂装的脸是更好一点的 而头部可动的话 脖子顶端是采取了双球形关节 而同时脖子下面也有独立的关节 所以无论是抬头还是低头 或者是头部的旋转 包括头部侧摆都能达到非常够用的幅度 虽然关节设计相对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好在活动的时候 没有出现我们熟悉的鬼属感 还行 躯干部分还是采取到这种 露小夫穿背心的造型设计 虽然刚才说过 这款并没有采取前途后翘的造型 但是这个胸部在分件的造型方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定的细节 不知道各位在这个视频里面 是不是看得清楚 而同时感觉太羞耻的话 怕被爸妈打的话 在这款模型里面 还有一个提换胸 那么针对这个胸形 和提到过的所谓细节 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感觉好像还是能看到一点 所以视频过神的话 肯定还是选这个 是更舒服一点的 那么可动结构的话有两端 首先在胸口下方 可以实现一些弯腰 或者是轻微侧摆 包括旋转 这个手感表现还是挺紧实的 然后在这个小腹下端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球形关节 可以实现一定幅度的四周可动 两个关节配合在一起 这个幅度还是够用的 在挺胸的时候 需要注意屁股这个位置 注意干涉才能够收纳好 在这个手臂内部的话 是一个球形关节连结 因为内部是嵌套了一个肉色的遮掌分件 所以四周的摆动空间 并不算特别强 而同时内部的球形关节 手感并不算很紧 整个手臂垂直旋转 没有问题 为了保证肩部造型 关节开口并不是很大 所以平局也就是90度左右 手臂上端可以水平旋转 这个地方还是挺紧的 曲肘关节三段式结构 幅度表现算是180了 关节很紧 等着造型手方面就很简单了 根部就是一个球形关节就完事了 针对一般动作完成起来 还是没有问题的 而同时在手臂部分 是给了一个替换结构 在上面可以看到 是预留了一个凹槽 肯定是以后配合上配件包使用的 不过按照常规思路 这个替换件应该是在配件包里出现 等到了腿部 我个人感觉看点并不算特别多 本身带有一些轻度的机械可线处理 在这裤衩部分的造型 因为结构关系和原化有些区别 后面倒是针对布料的褶皱细节 或者是皮肤相连的结构做了一些处理 看着还行 主要还是来看一看这可动 关节部分的设计还是挺简单的 内部一个带杆的球形关节 我倒是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机构 前提幅度大概是90度左右 侧踢幅度大概是接近90度 后踢幅度表现的相对弱一点 然后在大腿中段给出的是大腿的水平旋转关节 这个手感还是挺紧的 膝盖关节采取三段式结构 屈膝幅度大概是180度 比较强 那么鞋子方面是带有高跟的设计 上面这一块是被沾上的 主要就是来看一下脚踝关节 顶部旋转卡榫 脚踝是一个大关节 上台会有一定的干涉 往下落的幅度还是挺好的 而同时脚掌是采取了两端结构设计 鞋头部分带有独立关节 通过把玩感觉关节手感还是可以的 还是经得起折腾 关节可动的话 像手肘或者膝盖表现是更优秀一点的 那么其他的话就是常规表现了 总的来说可动算是标准水平 部分关节还是感觉有那么一点不够用 在肩部前身或者前蹄更大一点的话 来造型会更自由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配件部分 首先在玩具里面是给出了一个战术披风 在布料上我们可以看到 带有一些相同色系的图案 感觉印刷效果稍微有那么一点虚边 远看还行 近看的话印刷工艺匹配上小尺寸 并不是很够用 顶部是固定分件 我们需要拔头以后 然后把后半部分固定在后背的凹槽上 然后前后分件固定就可以了 这个披风有一个优点 就是在边缘位置是埋入了铁丝 而同时在后面的长瓢袋也是相同的处理手法 所以在整个披风和瓢袋的塑形方面 喜欢动感Post的朋友 可以好好发挥一下想象 还是挺棒的 就是感觉披风的尺寸 稍微有那么一点小 稍微长一点点 一厘米左右的话 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而其他的武器方面 有一把小步枪 造型和结构呢 是比较简单的 可以看到枪体中心位置 是采取了金属色涂装处理 然后呢 在这个上方准镜的位置 是采取了一个黄色透明件 下方呢 但有明知小孔 不知道之后是怎么使用的 作为武器来说 当前并没有什么特殊看点 而作为手不过石的话 在盒子里主要还有双匕首 按照狼娘的尺寸来说 是砍刀也差不多了 很巨型 而刀刃部分的塑形可以看到 是比较锐利的 刀刃部分的漆面表现也是非常亮 金属质感挺强的 那么对于素体形态下的狼娘 感觉这个武器是更合适一些的 而同时要是这个素体可动性再强一点的话 可以摆出的姿势就更多了 毕竟作为匕首是强调敏捷度的武器 而最后呢 在玩具里面还带了一个黑色包装袋 里面除了之前我们看到的贴款脸之外 就是这把长刀了 因为是稀疏外的装备 所以我就认定成特点了吧 而对于这个长刀呢 有那么几处想说的 第一个就是因为采取了成型色 再配合上黑铁色的金属色涂装 让这个刀刃部分显得比较暗淡 我们看到的大多数还是黑色的长形色 所以质感表现是一般般的 而另外一个就是刀身的造型设计 这个美丑先不下定论 比较主观 只是感觉刀身的轮廓 有点过于抑郁奇幻 选换风了 那么配合上这一次狼娘 感觉并不是很达调 当然这只是个人观点 那么最后在模型外呢 还附带了一个独立包装的指甲地台 金羊的话都是这个小脚小身板 摆造型辅助以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通过这一轮把玩 个人感觉作为一款成品金羊的素质 这个表现或者是做工表现还可以的 目前狼娘的素体阶段 其实我们看不到什么特别的地方 一些机械元素配置或者是关节的可动设计 都是非常常见的 作为新意的话 个人感觉当前就是一身小脉肤色 然后面部风格的设计也还可以 不过作为这款狼娘 想要实现最大的特色体现 肯定还是后期的什么狼头 狼爪或者是机械腿 这些后续的装备搭载了 我相信更多玩家 对于这款模型的第一个印象还是那个 不过通过目前握着壳的生产节奏 可能还需要等一段时间吧 可以说没有联通装备一起发收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如果拿这个素体被造型的话 可玩度还是非常有限的 不知道各位朋友对于目前这款素体形态下的狼娘表现 感觉260块如何呢 可以发一下弹幕或者是评论 我们这期就先说到这了 朋友们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给咱们视频点赞 投币收藏分享支持 同时订阅评头论组的频道账号 最新的节目更新都会第一时间推送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